教你如何使用AI做出属于自己音乐短片 我们先来看成片 没有退路可逃 痛苦让人哭 心愿愿而笑 这是我们的舞台 只剧无法聊 流过泪 在冬的上有多甜 小过才知道 珍惜的可贵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很惊艳呀 没兴趣的可以先离开屏了 我们制作这影片需要使用四个软体 分别是 ChatGPT Sony Apexverse简映 我们先使用ChatGPT来生成歌词内容 在游览器上搜寻ChatGPT 开启软体 在下方打出想表达歌曲 引导歌曲走向 那我们要如何有效询问 以歌曲类型、风格、情感两段落和歌词视力 三、给予系统反馈 给予系统反馈座更改 如果内容不符合要求 给大家一个建议 把自己当做一位机车的老板或客户 给予批评与良好回馈 AI就会给予你相应回馈哦 我们可以使用Sono制作歌曲和背景旋律 我们开启Sono 点选左上Create 点选Custom 会出现画面左边界面 这区块给大家输入歌曲 下方区块可制作随机歌曲 点选Instrumental 可以生成五歌词旋律 这区块是给各位输入歌曲分歌曲调 Title可以打上歌曲名 Create按下去就可以生成音乐啦 已经把基本操作说完了 我们实际操作一遍 在Lyrics 里梯上在Chad GPT生成的歌曲 检查歌曲歌词有没有不合理 或想更改的歌词 大家有看到这些文字吗 这些文字叫Meta Tags 主要是用来标记音乐结构风格呈现 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有哪几种元素吧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元素 做出基本音乐架构 接下来我们要来赋予音乐风格 可以打上想要音乐风格及元素 下可以按照个人喜好点选风格类型 我们来看音乐有哪些类别 有了基本概念 就可以创作出自己主题曲啦 点选Create 就可以开始制作啦 现在我们来听一下制作出的音乐 Zither Harp 我们现在来教学下载医院 左键点选 点选Download 可下载影片或医院 这样一月就完成啦 我们使用Pixiverse制作画面 我们进入到达Pixiverse 网站右侧 这些都是使用Pixiverse所生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大家有发现素材类型蛮多的吗 一晚我们可能要花上好几天才能完成的事情 现在可能只需要花少许时间就可以完成啦 现在我们来试试试吧 我们会进到这画面 这区块可以打上提示词 那我们要如何有效打提示词 给大家一个建议 给大家一个范例 第一句是主体描述 第二句是运动方式 最后一句环境描述 下方可以打上否定提示 给大家一些参考 背景扭曲变形 美感不佳 细节模糊 连脸畸形肢体畸形 变形肢体静态运动 运动诡异 画质太差 点击后会有两张图 有四种风格可按个人喜好选择 那我们来看四种风格差别 大家可以按照个人喜好选取 这有个选择尺寸 点选后就可出图了 大家有没有好奇 要如何下载影片 点选想要影片片段 下方点即下载即可 我们使用简映 把音乐影片做整合 我们进到简映 点选导入影片 及音乐片段 把影片和音乐 拖拉到影音轨 我现在使用简映 制特效 点选文字 文字模板里找自己喜欢效果文字 选好后拖拉到轨道 点选文本会出现六次试冲 点选下箭头可以更改字体 现在来制作特效 点选特效 选电影特效 点选漫门拖影 右边区块可以调整效果 现在我们教学文字环绕 点选特效 身体 手写描边 右边调整颜色 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可以输出影片了 那我们今天教学到这 点选辨 nút 1 终Ты 1 1